哪儿不合适 我直接问 刚才其实男生说了一个 他心里面的一个困惑 就是我们俩五年了吗 为什么你不答应我 要就是结婚吗 你能正面地回应一下 他刚才那个问题吗 我来回答吧 是这么一个情况 他不跟我结婚 主要是因为 第一 我是离过婚 第二 我现在还有个孩子 在身边 我自己养着 第三 也是最主要的 我没有买房子 现在我的经济情况 确实不允许 是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但是你在我见你父母的时候 你父母的态度 就让我特别生气 而且就没办法接受 第一次见他父母的时候 就直接了当地跟我说 我们家没有钱 也没有财力 然后就说他还有一个孩子 就让我必须要接受这个东西 但你想一下 我现在已经快40岁的人了 我的父母也是在为我招想 你作为一个晚辈 你何必跟他们计较这么多 但是我没有这么想过 对吧 我已经在尽量 让你过得好的生活 我已经在很努力很努力地工作 为什么你就不能站到我的立场 为我想一点 但是我不是说 让你们买房要全款 或者说写我的名字 无所谓 但是我觉得我们之间结婚 至少要有应该最基本的保障吧 你住的地方要有 如果说结构婚礼 住的地方没有 今后的生活怎么过呢 然后我说到这些 你们不以为然 就觉得反正我就得接受 你们觉得 我就特别喜欢你 非得追着你的那种感觉 我从来没有这个意思 这是你自己怎么想象的 但是你父母说这些的时候 你从来就没有反驳过 我怎么反驳 一边是我的爸妈 一边是我喜欢的女人 你让我站在哪一个角度去说话 这你能怪我吗 这当然能怪你了 这也怪我吗 当然怪你了 至少你有个态度啊 你告诉爸妈说 我就喜欢这个女人 我就想娶她呀 对不 她挺好的呀 我给她说了 你给她说有什么用 我给爸妈说呀 我给我爸 我妈也说了 因为本来我就结过一次婚 然后离过一次婚 现在如果跟她在一起的话 你让老人再拿一出一笔钱来 不可能 因为这个钱 那你自己攒钱呀 39岁 你自己攒呢 我就是自己攒钱 我也给她说过 财力钱我自己攒了 我自己给 买房的钱我自己挣 要不我们两个一起努力 对吧 我们去安建一套房 对啊 这挺好啊 我事实际上跟她说了呀 但是你的收入 现在只够维持基本的生活 和你孩子的开箱 平时我的所有一切 都是我自己在弄呀 那我们结婚今后怎么办 父母也对这个表示就是说 就你们自己看着办 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是双方的父母 都是这样表示的是吗 就她的父母就是这个态度 那你的父母什么态度啊 她的父母我都没见过 我跟她认识我娘 我每次 那个时候她见她父母的时候 没有见待 现在也没见过吗 没见 见过一次只是 到底见没见 有一次见得特别尴尬 很勉强的 这一次是我 一二再再二三的要求 要求上后她带我去 然后她实在没办法 从一路上到她家 就没给我个好脸色 是 这个是是是 但是我不知道 给我父母面前怎么去说 然后我父母问了 你找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然后你们住哪里 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啊 然后认识你之后 我自己的生活 就是直线下降的那种 可能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还好好的 有了你之后就生活当中的 鸡毛酸皮的小事都是这样 那那那这五年 为什么没选择离开呢 就说这个是因为经济问题 但是那平时生活当中 她对我也特别好 家务都谁做啊 都是她做 然后生活当中 可能虚寒温暖啊这些 就做得特别好的那种 等于她在生活上 特别特别照顾你 是这意思吗 对 你们家的所有活都是她在做 是吗 基本都是她在做 对 这不挺好的吗 照顾都好啊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就除了在经济上 她满足不了你 在其他层面 她都对你挺好的 对 在生活上 就是对我很好 所以说我也对她有感情 但是就 我就希望我们两个人 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说多努力一些 或者说日常生活当中 这些问题嘛 你自己应该考虑一下 他们家就是 基本生活保障不了 但是还一直催我 就说我 又不结婚 又和她在一起 但是她还找了其他的人呀 她的父母 你要知道 是我跟你结婚 是我跟你在一起 你不能老是扯到我家里 是吗 老人有老人的看法 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背着我 给你介绍其他女朋友 对不对 你也去 相信你也去 你们没有告诉过我这个事 当然你们觉得不行 那我们分到这里再去找嘛 但是在一起的时候就去了呀 觉得不合适了 又回来找我 这个事情我承认 我确实去了 那个时候我家里呢 确实给我安排了一次相亲 因为我为什么相亲 你心里没数嘛 因为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 我每次跟你催促结婚的时候 你没有一次同意 因为我已经心灰意乱 我不知道能不能给你过下去 所以我才去相亲 但是相亲之后 后来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我没骗你呀 你相亲了 觉得不合适了 你再告诉我 因为我就一直在那里 我也没有找别人 身边也有比你好的人 我没有选择呀 因为希望给我们自己一些时间 就是说共同努力那也行 对不对吗 但是努力的过程当中 你找其他的人 对 我来